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不是人们常说的白冠 它是东亚地区的特有冠种 眼周像画了红色的眼线 黑色的绘坚硬而粗壮 展翅可达三米长 善于飞翔 翅膀收起时浑身雪白 站立于水岸边 一双红色纤细的大长腿 分外醒目 与大多数鸟类不同 东方白贯并不会鸣叫 它们之间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交流 机会 机会有一套特定城市 它们一般头朝后仰 上下会不断扣机 节奏的快慢 声响的高低 都有着不同的含义 有入侵者健阅时 它们会通过机会的方式 来警示对方 遇到强劲的对手 在机会的同时 还会驱赶追击 以逼迫对方离开 当然 机会所表达的 也不全是恐吓与攻击 遇到心仪的对象 这就成为了它们表达爱意的信号 这片潜水湿地 食物充足 是各路水勤 觊觎的宝地 率先抢占最佳位置 对大家而言至关重要 而东方白贯一般争不过其他水勤 它们只能退而求其次 吃些芦苇的精感 勉强果腹 因此想要得到美味 东方白贯 不得不避开这些强大的对手 选择在清晨和傍晚 错蜂蜜时 这样它们才能得以 悠闲地饱餐一顿 在东亚地区 东方白贯曾是常见鸟类 随着湿地面积的锐减 全球东方白贯的种群数量 已不足2500只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宾威物种 为了让更多的东方白贯 在此安家 严城湿地真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开展了筑巢引贯的 就地保育工作 目前已经有近百只东方白贯 在此繁衍定居 将这片滨海湿地 视为它们 在南方的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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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南方的新家 在南方的新家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